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夺金和铜台让英国华艇队创下了最佳海外战绩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加拿大代表团中最年长的奥运选手 马术选手齐尔欧文和马里奥德斯劳里耶斯 尽管年龄不小 但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表现毅然出色 并且已经开始展望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最后前蓝鸟队投手橘池雄星在转会到休斯顿太空人队后的首场比赛中表现惊人 他在对阵坦炮弯光芒的比赛中投出11次三阵 其中8次连续三阵追平了太空人队的记录 这场比赛最终以太空人3到2获胜高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独立报》报道 在巴黎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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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汤姆和艾米利福特兄妹创造了历史 成为自1908年以来首队在同一届奥运会上为英国队赢得奖牌的兄妹 艾米利在女子八人亭比赛中获得铜牌 而汤姆在男子八人亭比赛中赢得金牌 兄妹俩回忆起他们小时候与两个哥哥一起划船的经历 虽然当时并不成功 但如今他们在奥运赛场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汤姆和艾米利都感谢父母的支持 称父母鼓励他们追随梦想 最终使他们站在了领奖台上 艾米利在比赛前曾一害怕掉进水里 而迟迟未能适应划船 但在哥哥的帮助下 他克服了恐惧 最终实现了梦想 《多伦多欧星报》报道 加拿大最年长的奥运选手 齐尔·欧文和马里奥·德斯·劳瑞尔斯 在巴黎奥运会上展进了他们的实力 61岁的欧文在马术圣装舞步比赛中 虽然因马体健康问题未能参赛 但他依然保持积极心态 支持队友59岁的德斯·劳瑞尔斯 则在跳跃比赛中表现出色 这是他第四次参加奥运会 两位选手不仅在赛场上表现出色 他们还通过日常的高尔夫 网球和健身训练 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 欧文表示 作为一位妻子祖母和母亲 他在平衡家庭和运动员身份时感到内疚 但他的家人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 尽管面临挑战 欧文和德斯·劳瑞尔斯都对未来充满希望 甚至考虑参加2028年沃山基奥运会 多伦多星宝报道 前蓝鸟队投手橘池雄星 在加盟休斯顿泰库仁队后的首场比赛中表现出色 投出了11次三阵 其中连续8次三阵 追平了球队记录 尽管开局不力 橘池迅速调整状态 最终帮助球队以三到二战胜坦帕湾光芒队 橘池在赛后表示 他知道自己是被寄予厚望的交易对象 因此尽全力表现 蓝鸟队在交易中获得了投手新秀杰克布洛斯 外野省乔伊 诺佩菲多和内野省威尔瓦格纳 橘池和他的妻子在离开多伦多时 对蓝鸟队球迷表示感谢 并表示将继续支持的职业生涯 多伦多新报报道 安大省登菲尔德的一名18岁青年 在多伦多西南部的哈尔迪曼县 发生致密摩托车事故 事故发生在周五晚上9点前 地点在距离多伦多约85公里的邓维尔镇 警方表示摩托车司机被送往哈尔迪曼战争 纪念医院后被宣布死亡 事故中没有其他车辆设计 安大略省警察正在与技术碰撞调查员 和交通事件管理执法人员合作进行调查 雅虎美国报道 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足球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即将展开 法国队将迎战巴西队 比赛将在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三点开始 通过Picot进行直播 并在TeleMundo提供西班牙语转播 此次奥运会的女子足球比赛 共有八支球队进入淘汰赛阶段 包括美国日本西班牙 哥伦比亚 加拿大 德国法国和巴西除了Picot观众还可以通过VPN在澳大利亚的酒量免费观看比赛 美联社报道 历史上的今天网球选手塞雷纳威廉姆斯在击败马利亚沙拉波瓦后 成为继斯赫菲格拉胡之后唯一完成金满贯的女子选手 此外1936年美国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在柏林奥运会上赢得了他的第二位金牌 1982年 乔尔杨布拉德成为唯一位在同一天为两支不同球队打球并获得安打的球员 2012年 迈克尔菲尔普斯在伦多奥运会上赢得了他的最后一位金牌 成为历史上获得最多奥运金牌的运动员 多伦多新报报道 在约克区一名男性行人在周六凌晨被一辆车撞倒 受了重伤 受伤 他生在凌晨1点40分 地点位于格兰奥姆大道和埃古腾大道交界处 司机已被拘留 警方封闭了埃古腾大道的所有车道 提醒司机预计会有交通延误 截至周六早上10点30分 道路仍未开放 警方在现场处理事故时 行人被送往医院 伤势严重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策划谋杀母妻和祖母的桑雷康子 招人告安甘文的日间假释被延长了三个月 而他的同伙之一也获得了完全假释 1990年当时18岁的干万与两名同学 Derek Ward和David Neuer一起策划了这起谋杀案 目的是获得400万美元的遗产 干万当时在家等待 罗尔特米尔则在雷特罗尔特 米尔则在雷特罗尔特 米尔则在雷特罗尔特的家中实施了谋杀 三人于1992年被判处两项一级谋杀罪 盖万无假释可能性25年 约和罗尔无假释可能性10年 尽管盖万在监禁期间表现出积极进展 但他仍被禁止接触受害者家属或任何犯罪活动相关人员 多伦多星报作者通过踏访爱米利·卡尔的足迹 探索了温哥华岛的美丽风光 爱米利·卡尔是加拿大现代艺术的重要人物 他的画作描绘了沿海的自然风光和原著名村庄 作者住在维多利亚内港的 Tandre Inn的爱米利·卡尔套房 参加了爱米利·卡尔 纪念八世之旅参观了他的出生地 碧肯丘公园和他曾经的寄宿房 随后作者沿着卡尔的灵感路线 从维多利亚一路驱车前往Akula和Tofino 参观了Goltsin公园和Cathedral Grove等地 最终作者在Kula的野生太平洋步道上徒步旅行 感受到了与自然的深度连接 理解了卡尔为何被这片土地所吸引 多伦多新报报道 2024年巴黎奥运会第八天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赛事 包括美国和日本的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 这Kerry Richard曾争夺奥运金牌 一名Kalif可能赢得奥运拳击奖牌 以及游泳选手Kady Velity 争取他的第九枚金牌 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 美国与日本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开始 胜者将在周二的半决赛中对阵加拿大或德国 体操方面 Simon by Simontos的名字 在他尚未出场前就引起了观众的欢呼 如果他赢得比赛 这将是他的第七枚奥运金牌 美国女子足球队在对阵日本的比赛中 做了一些阵容调整 Korbin Albert取代了 Sam Kofi澳大利亚的 Ma Chepden 和John Peirce赢得了男子双卡金牌 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二枚网球金牌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谴责了针对拳击手 Yemin Keller 和Liu Ting的仇恨言论 称其威完全不可接受 体操方面 Simon Byo行借她的心理和身体韧性赢得了第2枚奥运全能体操金牌 成为奥运历史上第3枚获得多枚全能金牌的女性 多伦多新报报道 周六凌晨在Cherry B处境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一名受害者受了重伤但无生命危险 多伦多警方表示 他们在凌晨2点左右接到Cherry 3和Pulse 3附近的枪击报告 现场发现了受伤的受害者和弹壳 刑疑人逃离现场 警方尚未公布刑疑人的描述 任何有信息的人都被要求拨打416-808-5100联系警方 或通过犯罪举报热线416-222-8477 或网站waf200传除一筹这些康匿名举报 多伦多新报报道 加拿大自然保护协会鼓励加拿大人在本周末走出家门 拍摄周围的自然警官 该组织的大后院生物大调查活动从周四开始 一直持续到周一 只持续到周院突破识别后院突物园中的动植物种类 来增加科学知识并协助保护工作 发言人王浩伦表示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该组织的网站注册 并按照指示在Naturalist应用程序和网站上上传照片 每年收集的信息可以帮助非营利组织和科学家 绘制物种分布图并监测全国的生态变化 自2020年活动开始以来 参与者已经进行了超过14700次观察 记录了7700多种物种 包括一些宾威物种和入侵物种 去年新思科社省的730多名参与者上传了4 787张照片记录了昆虫 迁徙的冰鸟 黑层树和冰龟的帝王蝶等物种 生物学家Caroline Davies表示 这些照片显示了人们对帝王蝶种群急剧下降的关注 多伦多新报报的周六银辰 一名32岁的摩托车骑手 在多伦多西区发生的肇事逃逸事故中不幸生亡 警方表示他们在凌晨1点20分接到报警 事故地点位于圣克莱尔大道和达福林街的交叉口 摩托车骑手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 但最终因伤重不治身亡 而肇事车辆的司机在事故发生后逃离现场 警方封闭了圣克莱尔大道西行车道 直到早上8点才重新开放 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拨打416-808-5100或匿名联系犯罪制止者 提供有关事故的信息 雅虎美国报道 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即将展开 加拿大队将迎战德国队 比赛将在东部时间周六下午1点开赛 观众可以通过PK流媒体平台观看比赛 七班牙语转播则在Universal频道进行 加拿大队的杰宁贝基 陈宁贝基和他的队友们将与德国队争夺晋级半决赛的机会 八支进入四分之一决赛的球队包括美国 日本西班牙 哥伦比亚 加拿大 德国 法国 和巴西 观众可以通过PK订阅服务观看所有奥运会比赛 并享受多视角观看体验 多伦多星报的肉鸡 地面购报的巴黎奥运会男子100米欲赛 对加拿大短跑选手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早晨 安德烈德格拉斯在最后时刻冲刺 以第三名的成绩进入半决赛 而他的队友亚伦布朗则因抢讨被取消资格 布朗在混合采访区表示 他对自己的失误感到震惊和尴尬 因为他已经有七年没有抢讨过了 尽管如此 布朗表示他会振作起来 专注于接下来的200米和4x100米接力赛 德格拉斯也在预赛中面临压力 但他表示会在半决赛中进行调整 争取更好的起跑表现 美国短跑明星诺亚莱尔斯也在预赛中表现平平 但他承诺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全力以赴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f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的灯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话 尚未发展出的 大路上的声音量 一切一切是6wf 团队由专家的这些人 又不够提供 读写的 读写的 村库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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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